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已经不远 普天同庆的假期快到了 我关了荒原学校 细心不让学生们空手而归 财运挺神奇的 不仅让人心胸开阔 也使人出手阔绰 把天降横财送一部分出去 能够给异常澎湃的新潮提供一个出口 我早就愉快地感觉到 这些乡下学生有许多是我喜欢的 分别使我的感觉得到证实 他们流露出直白而强烈的依恋 发现他们真的在淳朴的心里 给我留了个位子 我非常满意答应他们今后一定每个礼拜都来看他们 给他们上一小时课 Rose先生走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目送几个班级的成员 现在有60个姑娘 鱼冠走出教室 锁上了门 手里拿着钥匙 特意和六七个优秀的学生多说几句道别的话 他们是英国农民阶层中最斯文 体面 朴素博学的少女 这么说是对他们极大的夸奖 毕竟英国农民是全欧洲最有教养 最有风度和最懂自尊的 此后我曾经见过不少法国和德国农村妇女 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 粗俗 而淤露 远远比不上我在荒原村的学生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忌妒的心血没有白费 他们走后 Rose先生问 意识到自己在风华正茂的岁月 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情 这种感觉很快乐吧 当然 现在你才劳碌了几个月 如果毕生致力于改善人类的处境 那么这一辈子是不是过得很有意义 是的 我说 但我不能一辈子干这个 除了培养别人的才华 我要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现在就想尽情享受 别让我的精神或身体回到学校 我已经离开了 打算好好休假 她的脸色很凝重 怎么回事 你怎么突然急着要走 你要干什么 做事情啊 能做多少 做多少 首先我要求你给汉娜自由 另外找个人来服侍你 你需要她吗 对 陪我去荒原居 丹娜和Mary下周就到家了 我想把一切收拾好 等他们回来了 知道了 刚才还以为你要 飞去拿了逍遥快活 这样比较好 汉娜可以跟你去 那你让她明天早上准备好 这是教室的钥匙 茅木的钥匙明天早上再给你 她接过去 你给掉这把钥匙很高兴 她说 我不是很理解你的轻松心情 因为我不知道你打算 给自己找什么事情做 取代你现在放弃的这份工作 你的人生 有什么目标追求和报复 我第一个目标是将荒原居 从卧室到地窖 彻底打扫一遍 你明白 彻底打扫一遍 要花多少时间吗 第二个目标 用风辣 菜油和许多块布 把里里外外再擦一遍 擦到油光发料为止 第三个目标是 一丝不苟地将所有椅子桌子床和地毯 安排得整整齐齐 然后 窝腰用掉你很多煤块和泥炭 让所有房间的壁炉 烧得很旺 最后 在你两个妹妹 预计到达日子之前两天 我和Handa要忙着打鸡蛋 挑葡萄干 磨香料 做圣诞蛋糕 多各种馅 来做馅饼 还要举办许多别的烹饪仪式 你对做饭 有多复杂 没有概念 我这样比喻你应该懂了 总之 我的追求是把所有事情准备得 妥妥贴贴 静靠的安娜和Mary 下礼拜四回家 我的抱负是完美地迎接他们的到来 孙John面前又笑了一下 他还是不满意 这在目前来说非常好 他说 但说真的 我相信等最初的兴奋感过去以后 你的眼光会放得更高 而不是指定着家庭的亲热和家务的乐趣 这两眼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我迫不及待地说 不 不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不是用来享受的 不要把它变成那样的场所 也不要贪图安逸 不要偷懒 恰恰相反 我只想忙起来 我现在不跟你计较 我宽谢你两个月 让你好好享受新生活 让你好好体会最近才发现的天伦之乐 但希望你倒是眼光能看得更长远 别只关注荒原居 荒原村 姐妹情义和文明富裕 生活中自私的安逸和身体的舒适 我希望你继续做一些辛苦操劳的事 我惊诧地看着她 孙壮 我说 我觉得你这样说话简直太坏了 我正打算像女王一样舒舒服服过日子 你却要我不得安宁 为了什么 为了妥善利用神 教给你保管的天赋 将来 她会要求你准确 汇报你是 怎样使用这些天赋的 去 我把话说在前面 我要密切监视你 别在庸俗的家庭 乐趣中投入太多的事情 和热情 别太执着于尘世的情谊 把你的毅力和热忱 留给理想的事业 避免把他们浪费在 琐碎短暂的事物上面 姐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但你说的好像是希腊语 我听不懂 我觉得我的理想事业 就是要开心 我一定要开心 再见 我到了荒原居确实开心 感情活来特别起劲 汉娜也是 看见昏天喜地的我 把整座房子 翻了个地儿朝天 看见我会打扫除尘 擦拭和做饭 她高兴得 何不拢嘴 头两天真是越收拾越糟糕 但我们亲手制造的混乱 渐渐变得整洁 看着特别愉快 我先前已经去某某镇 买了一些新家具 彪哥 彪姐们 给了我 全权委托 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喜好 布置房子 而且预备了翻新房子的款项 常用的客厅和几个卧室 我没怎么动 因为原来那些桌椅和床铺 老归老 却挺舒服的 Diana和Mary看到他们 会比看到最新潮的家具 还要欢喜 但我希望他们回家一看 眼睛发亮 所以有些地方还是要投资的 漂亮的深色新地毯和窗帘 一些精心挑选的古董瓷器和筒器 为他们的梳妆台准备的新桌布 镜子和化妆盒 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他们让这些房间焕然一新 却又不浮华炫目 置于一个空置的大卧室 则被我彻底翻新 布置了古旧的红木家具和酒红色味蜡 我还在楼上走廊 挂了油画 给楼梯铺了地毯 所有这些完成以后 我觉得荒原居的室内装潢 堪称明亮简约舒适的典范 正如它的外观 在这个季节是 肃杀和荒凉的标本 激动人心的礼拜四终于来了 他们一级天黑到家 日卫牧师 楼上楼下几个壁炉都已生了火 厨房整洁干净 哈娜和我换好衣服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孙壮先道 我早前恳求她 在房子收拾整齐之前 千万别来 想到家里又脏又乱 她果然吓得敬而远之 她到厨房找我 当时我正在 烘焙使得照顾烘焙中的茶店 她走到楼边问 我是不是终于把女佣的活 全干完了 我的回应是邀请她一起视察我的劳动成果 我背了些蠢舌 总算逼得她走遍了整座房子 我打开各个房间的门 她每次只朝里面看一眼 楼上楼下都走遍以后 她说我肯定花了许多精力和心思才能在短短几天之内让家里焕然一新 但看到一所大为改观 她竟然连一个表示一块的字也不说 这种沉默 气局 我想也许是有哪些东西摆得不对 破坏了她的怀旧情绪 我问是不是这个原因 一去无疑 非常郁闷 根本不是 恰恰相反 她说我很谨慎 从方方面面 顾及了她对老物件的感情 其实她觉得我在这方面考虑的太多了 完全没必要 比如说为了研究这个房间的摆设 我花了多少分钟 对了 我能不能告诉她这样一本书在哪里 那本书在架子上 我只给她看 她取下书 做到她往常在窗边的座位看了起来 路者 我不喜欢这样 孙壮是个好人 但我开始觉得她 以前对自己的评价没错 确实冷酷无情 富有人情味的舒适生活 吸引不了她 她根本不喜欢安逸和享受 她活着真的是为了往上爬 当然 她的目标是高尚和伟大的 但她永不停步 也不许身边的人休息 看着她 如白石般静止而苍白的高傲额头 和宁神看书的英俊脸庞 我立刻明白 她绝对不是个好丈夫 当她的妻子是很辛苦的 我灵机一动 理解了她对Olive小姐的爱的本质 我认可她的观点 那只是感性之爱 我理解她 何以会因为压不住那种炙热感情 而鄙视自己 何以想要闷死她 摧毁她 何以怀疑她 不可能给双方带来永久的幸福 我看出来她身上拥有某种英雄气息 无论信基督的英雄 或者信邪教的英雄 还有立法者 政治家和征服者 他们都具备这种特质 她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值得委以重任 但在火炉旁边 她往往是一根爱事的冰冷柱子 显得郁郁寡欢 格格不入 这个客厅不是她的天地 我想 喜马拉雅的山脉 卡夫的丛林 甚至温宜横行的 锦内亚海边沼泽 更适合她的地方 她势必要逃避宁静的家庭生活 那不符合她的天性 只会让她的官能停止发展 显示不出她的优势 唯有在险恶的环境 在需要勇往直前 坚韧不拔的地方 她才会说话和行动 才会成为领袖和翘楚 在这个壁楼旁边 她连一个快乐的孩子都比不过 她选择传教士生涯是对的 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汉娜猛力退开 客厅的门激动地喊道 一次同时 劳卡洛欢乐地飞了起来 我跑出去 只是天已经黑了 但露露的车轮声清晰可闻 汉娜 很快点了一盏灯了 马车停在圆门外 马扶 打开车门 一个熟悉的身体下了车 接着又一个 不到一分钟 我的脸已经在他们的帽子下面 先是贴着Mary软乎乎的脸庞接着 又碰到了Diana柔顺的卷发 他们哈哈大笑亲戚我 亲戚汉娜 默默高兴得快发疯的老卡洛 急切地问 是否一切安好 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 匆匆走进屋子 从Bickloss过来的路 又远又崎岖 况且夜风凛冽 他们不但连得浑身酸痛 还冻得直打哆嗦 但欢乐的火光 让他们效忠扬开 马夫和汉娜去搬行李箱 他们大喊Sing John之时 他才从客厅走过来 他们俩立刻飞奔过去 伸手 搂住他的脖子 他安静地给了美人一个吻 小声说了几句欢迎回家之类的话 然后站在那里倾听了片刻 吩咐他们 等下去客厅找他 便逃难似的回那里去了 我已经点了两根蜡烛 让他们拿到楼上去 但丹娜先盯住 好好招待马夫 然后他们俩跟着我上楼 发现自己的卧室 休憩一心 维漫是全新的地毯 是洁净的 色彩斑斓的瓷花瓶 也是新买的 他们十分高兴 毫不吝惜地表达了 他们的感激之情 看来我的安排 完全符合他们的期望 我所做的事 确实给归来的他们 平添了几分欢乐 这让我感到很得意 当晚气氛融洽 两位表姐兴高采烈 头头不绝的 连说带平 他们的箭坛 掩盖了孙 John的沉默 他看到两位妹妹 确实很开心 但他们欢天喜地的心情 他却无法感同身受 Biana和Mary回家 这件事本身让她愉快 但这件事的半生无 欢乐的喧闹 愉快的寒暄 却让她厌烦 我看得出她希望 较为平静的明天赶紧到来 喝过茶后约一小时 正在气氛最欢乐的时候 我听到一阵敲门声 Hanna走进来说 那么晚了 竟然有个可怜的孩子来了 要找Jewis先生 去看他母亲 他母亲快咽气了 Hanna 他住哪儿 Vikloss坡 这里过去几乎要四英里 全是上坡路两旁 都是欢言和沼泽 跟他说我去 先生你最好别去 那条路夜里非常难走 孙早上根本没有路 然后今晚天气也很糟糕 风大得不得了 先生你最好让我跟他说 你明天早上去 但他已经在过道里 正在穿上斗篷 他也不表示反对 一言不发便走了 他走的时候是九点 直到紫叶才回来 他又饿又累 但看上去却比出发是开心 他完成了一项工作 做出了一次努力 感觉自己能够吃苦耐劳 拒绝享乐 所以对自己更为满意 我现在觉得后来 那个礼拜考验了他的耐心 那个礼拜正好是圣诞节 我们什么正事也不做 每天在家只顾着玩 荒原的空气 在家的自由 乍得的财富 对丹娜和Mary的心情 起到灵丹妙药的功效 他们从早到晚很欢乐 他们一直在聊天 说的话风趣 精辟又新颖 特别新颖我 所以我情愿听他们高谈阔论 偶尔插几句嘴 别的事都不想做 孙壮倒没有给我们浇冷水 但他避开我们 但很少在家 因为他的糖区很大 人又住得分散 他每天要到不同的区域去 看望病人和穷人 那天吃草餐的时候 丹安娜若有所思 沉默几分钟后 问他 计划有没有变 没变 也不会变 他回答说 他接着告诉我们 明年他一定要离开 英格兰德 那 罗沉默的 Oliver呢 Maryvin 他应该是 说漏嘴了 因为 他说完后 立刻伸手 捉住嘴巴 似乎 想把这句话 吞回去 孙壮这个人 很古僻 习惯 在吃饭时看书 当时 他手里就拿着一本 他合上书 抬起头来 罗沉默的 Oliver 他说 马上要嫁给 毛毛镇的 格兰比先生 他交友很广 名声也很好 是 佛里德里克 格兰比爵士的 孙子和继承人 这个消息 是我昨天 听他父亲说的 他两个妹妹 面面相去 又看看我 我们三个人 都放着他 他宁静地 向玻璃 这门亲是肯定 谈得很仓促 丹娜说 他们不可能 相互认识了很久 才两个月 他们是十月份 在某某镇 全境舞会上认识的 但像他们这种结合 不存在任何障碍 双方门当户对 没必要拖延 佛里德里克爵士 将某某府 让给他们 目前正在 照他们的心意改造 等弄好他们 立刻就结婚 第一次 在这次交流后 见到孙壮 独处时 我很想问这件事 是否让他痛苦 但他一份 完全不需要 同情的样子 令我非但 不敢开口安慰他 反倒为这种 冒失的念头惭愧 况且 我跟他 已经不怎么说话了 他的沉默 又结冰了 风动了 我的坦率 他 言而无信 没有把我 当成亲妹妹 他对待我们 有些令人寒心的 细微区别 这根本无助于 培养 真挚的感情 总之 现在 我是他 承认的亲人 和他生活在 同一个屋檐下 但我觉得 我们的关系 比他 只是把我当成 乡村老师的时候 还要疏远 想到以前 他曾经向我 探路心声 我简直无法理解 他现在的冷漠 情况如此 所以 随后发生的事 让我吃惊不想 当时 他趴在桌上 看书 突然 抬起头说 你看这 战斗已经结束 我赢了 他这样套近乎 让我受宠乐惊 所以没有立刻回答 我迟一片刻 然后说 但你不觉得 这等于 杀掉一千 自损八百吗 再来一回 你就完蛋了吧 我想不会 就算会也没关系 我永远不会 再参加这样的战斗 这是一场 关键战役 我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我为此而感谢神 说完这句话 他又默默看书了 共同的 Diana Mary和我的 欢乐情绪 渐渐平息以后 我们恢复了 往常的生活 继续每天学习 孙壮 在家待的时间更长了 他和我们 同处一室 有时 好几个钟头 都站在一起 是的 都会在一起 Mary画画 Diana继续执行 她的百科全书 阅读计划 这让我十分钦佩 我吃力地学德语 她则研究 她自己的神秘学问 某种东方语言 她认为必须掌握 这门语言 才能实现她的计划 她坐在自己的角落里 钻研那门语言 显得相当安静和投入 但她双蓝色的眼睛 却经常离开那本天书般的语法教材 四处练 有时 直听着我们 好奇专注地观察着她的同学们 一旦被发现她的目光 立刻撤退 但偶尔还是会扫射 我们的桌子 我纳闷这种目光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每周去一次 黄园学校 在我看来 这是无踪轻重的小事 但她每次都不忘 表现出十分满意的样子 这也让我很纳闷 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 假如当天 飘雪 下雨或刮大风 她两个妹妹劝我别去 她必定说 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 鼓励我 别管天气如何 一定要完成任务 君又不是弱者 你们别多事 她会说 她和我们一样 完全能够抵挡 狂风暴雪 或者几片雪花 她的底格 绝实坚韧 说到忍受天气变化 她比许多更健壮的人 还要厉害 有时我回家明明已经特别累 饱受了风雨的摧残 但从来不敢抱怨 因为我发现我一嘀咕 她就会很恼火 反正坚坚让她高兴 软弱则让她特别生气 然而那天下午 她批准我在家休息 因为我的感冒真的很严重 她两个妹妹替我去黄园学校上课 我坐在客厅里看喜乐 她在解读 那本灰色的东方经卷 我练完翻译以后 无意间朝她那边看 发现她 那一双一直很警惕的蓝色眼睛 正在看着我 她这样把我 从头到脚 反反复复看了多久 我不知道 她的眼神那么热气 然而又那么冷漠 让我缓红间 产生了一种迷信的感觉 仿佛我所在这个房间里面 有某种诡异的东西 Jim 你在干什么 学德语 我希望你不要学德语 改学印度斯坦语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于是她解释说 她自己正在学印度斯坦语 目前越学越深 怕忘记最初学的内容 有个学生对她帮助很大 因为她可以一遍又一遍的 复习基础知识 这样就能将她们牢牢记住 至于谁来当她的学生 她一直在考虑选择我 还是她两个妹妹 但最终选低了我 因为她发现我是三个人中 最做得住的 我愿意帮她这个忙吗 我也许不必牺牲太长时间 因为再过差不多三个月 她就要走了 你无法轻易拒绝孙壮 因为你能感觉到 你对她做的每一件事 无论是让她痛苦还是让她快乐 她都会铭记在心 勇之不忘 于是我同意了 丹娜和玛瑞回来后 前者发现她的学生 已经转头到她兄长名下 不由的哈哈大笑 她和玛瑞都说 Sendrong永远 无法说服他们学印度斯坦语 她平静地说 我知道 我发现她是个非常耐心 寻寻善诱 然而特别严格的老师 她希望我学很多内容 我满足她的期许之后 她便以她自己的方式 充分表达了赞赏 慢慢地 她对我产生了影响 夺走了我的思想自由 因为她的赞扬和关注 比她的冷漠更让人急促 我再也无法在她身边 无拘无束地说话 或者大笑 因为心里总是有个 挥之不去的讨厌念头 在提醒我 欢乐 至少是我的宽乐 会引起她的厌恶 我完全清楚 只有严肃的心情和正经的事物材 是可以接受的 在她面前休想 有别的情绪或者做别的事 我中了一个冰冷的魔咒 她说 走 我就走 她说 来 我就来 她说 做这个 我就照做 但我不喜欢当奴隶 我有许多次希望她 继续忽略我 有一天夜里 临睡之前 她 两个妹妹和我站在她身边 向她 道晚安 她如同往常 各亲了他们一下 然后 也是如同往常向我 伸出她的手 但那正好 想开玩笑 她不是很怕她兄长 因为她自己也很有主见 突然喊了起来 Saint John 你总是说 这是你的三妹 但你现在 可没有把她当妹妹 你应该也亲近她 她把我推到Saint John跟前 我认为 但那很过分 我手足无措 因因觉得不舒服 就在我心里 产生这些想法和感受时 Saint John 抵下她的头 那张希腊式面旁 正对着我的脸 眼睛犀利地直视我 然后亲了我 人世间没有大理事之吻 或者冰块之吻 这种东西 否则 我要说 这位信教的表兄的 嗜好 便属于这一类 但人世间也许 有实验性的吻 她的吻就是实验性的 她亲吻后 看着我 想知道结果 结果并不惊人 因为我更肯定当时 没有脸红 也许我的脸变得更苍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吻是贴在 我的锁链上的符绿 后来她从未省略这个仪式 而我在此次过程中的 严肃和沉默似乎让她 对其更加来劲 至于我 我越来越希望讨好她 但越来越觉得要做到这一点 我必须放弃一半的天性 扼杀一半的材质 改掉原来的爱好 强迫自己去做一些 本来不愿做的事情 她想训练我达到的水平 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 为了达到她不切实际的标准 我时刻饱受折磨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正如我自己 有纤匀称的面容 不可能变成她那副 端正古典的样子 正如我灵顿的绿眼睛 不可能变成她自己 那双肃木的海蓝色明眸 然而 目前让我痛苦万分的 不仅仅是她的压迫 近来我的悲伤 容易一颜表 因为有个邪恶的妖怪 坐在我的心里 排空我幸福的源泉 这个妖怪就是牵挂 读者啊 你许认为 时来运转的我 已经忘了罗车子的先生 但我一刻也不曾忘记 我仍然惦记她 因为我的思念 不是阳光能够驱散的雾气 也不是风雨能够冲毁的沙雕 她是刻在封碑上的字 注定了要和那块被撞刻的大理石共存亡 我渴望知道她的近况 无论在哪儿都想知道 以前在荒原学校 每天傍晚回到某屋 我牵挂着她 如今在荒原居 每天夜里走进卧室 我总是翻来覆去 想念她 我和布里格斯先生因为遗嘱 有过必要的信件往来 曾在信里问她是否知道 罗车子的先生 现在的住址和身体情况 但森壮猜得没错 他对此一无所知 于是我写信给菲尔法克斯太太 求她透点口风给我 以为不日即可收到答复 谁知过了十四天 还是没有回音 又煎熬的等了两个月 日复一日 邮差来了又走 就是没有我的信 我不由地陷入了极大的焦虑 我重新写了信 第一封信可能送丢了 新的努力 带来了新的希望 希望像上次那样 闪耀了几个礼拜 然后又像上次那样黯淡了 变得忽明忽灭 因为我仍然一行字 一个字也没收到 在徒劳的期待中 荒废了半年 光阴以后 我的希望熄灭了 我真的感到一片漆黑 周围春光明媚 我却无心欣赏 夏天就要到了 但那势头让我振作起来 他说 我看着病痒痒的 要不陪我去海边转转 这个建议遭到信状的反对 他说 我不需要散心 我需要的是忙碌 我目前的生活 毫无追求 我需要有个目标 大概是为了 不让我无所事事 他把我的印度斯坦语课程 拉得更长 也给我布置了更多的作业 我就像个傻瓜 从来没想过要拒绝他 我就是无法拒绝他 有一天 我到客厅学习的时候 情绪比武昌更低落 低潮是强烈的失望引起的 汉娜早上说 我有一封信 我兴冲冲下楼去拿 满一位期待已久的消息 终于送到我这里 不料只是一张 无关紧要的便签 是布里格斯先生 寄来讨论正事的 这个痛苦的挫折 当场挤出了我几滴眼泪 现在坐在桌边 望着某个印度作家 毁色的字符和漂亮的文具 眼里又充满了泪水 孙壮叫我到他身边朗读 我读着读着气不成声 当时客厅里只有他和我 丹娜在休息室练琴 玛丽在园子里种花 那是个非常舒服的五月天 万里无云 阳光灿烂 和风袭袭 我的同伴既不惊讶 我何以失声痛哭 也不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只是说 我们等几分钟 等你情绪稳定下来再读 我赶紧以致爆发的情绪 而他稳缩不动 手肘架在桌上 淡定地看着我 宛如医生用科学的眼光 观察患者急性发作的疾病 而且一切尽在他的预料和理解当中 我止住抽气 擦干眼泪 小生说了早上不是很舒服 便继续我的任务 顺利地将其完成 孙壮收起我和他的书本 锁上他的桌子说 好了 真 你应该出去走走 我也去 我去叫大安娜和玛丽 别 今天早上 我只想有一个人陪 那个人必须是你 你先去换衣服 然后从厨房的门出去 去那条通往荒原溪谷的路 我随后就来 我不懂忠庸之道 这一生 但凡遇到刚愎强硬之人 柔顺 闻合如我 从来不知道在绝对的 服从和坚决的反抗之间 还有什么中间的道路 我总是老老实实 尾命是从 如果最后忍无可忍 我就会爆发怒气 誓死不从 并且有时脾气爆发起来 像火山喷发般猛烈 目前的情况 没有反抗的必要 现在的情绪也没有那么火爆 所以我服帖地 遵从了Sindrong的指示 不到十分钟 我便已踏上荒芜的西谷小径 和它并肩向前走 和风从西边吹来 它吹过山丘 送来了石南和灯心草的芬芳 天空一壁如洗 小溪从沟壑流下来 机场春雨壮大了水势 溪水哗啦哗啦流淌着 清澈地倒映着金色的阳光 和湛蓝的天空 我们走着走着离开了小径 踏上柔软的草地 草地细密如苔藓 清脆如祖母绿 散布着许多单株小白花 还有成片的星星般的黄花 而群山悄悄将我们包围 因为西谷已经接近源头 来到了他们正中央 我们在这里休息 孙壮说 这是我们遇到岩石军团 第一批吊队士兵 他们守卫着一个 类似关爱的地方 其后山间飞流之下 变成瀑布 稍远处高山 已经脱掉花庄草树 把石南做衣裳 以蝉岩为珠宝 他在那里把荒野 恶化为绝地 将生机转换成死器 他在那里捍卫 孤独地唯盲希望 与寂静的最后 阴蔽 我坐下了 孙壮站在旁边 他仰望关爱 俯视山谷 他的目光顺着山间远去 又回望万里无云 将山间染蓝的避空 他摘下帽子 让和风吹拂他的头发 亲吻他的额头 他似乎在与山神交流 眼睛好像在 告别什么东西 以后我在 恒河边睡觉 他大声说 我会梦见这里的 甚至比更遥远的未来 在更黑暗的河畔 等又一场酣睡 将我击倒 我还是会梦到这里 多么奇怪的话 多么奇怪的爱 这就是严肃爱国者 对其故乡的热爱 他坐下来 我们半小时没说话 他没跟我说 我也没跟他说 这段时间过去后 他开口了 姐 我六个礼拜后走 我已经买了一艘 东印度人轮船的座位 六月二十号出发 神会保佑你的 因为你一直在替他效劳 我回答说 是的 他说 那是我的荣耀和欢乐 我服侍的是一位永远正确的主人 我不会遵循人类的指引 我的同类 全是软弱的蛆虫 我不要臣服于他们那些 错漏百出的法律 和为非作歹的权利 我的国王 我的立法者 我的领袖 是实权实美的 奇怪的是 我身边的人竟然不渴望 加入我所在的大军 和我 共襄胜举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厉害 弱者想要和强者并肩战斗 那是很傻的 我这话不是说给弱者听的 也没想到他们 我只说给配得上 并且有能力 完成这份事业的人听 那些人很少 很难找到 你说的没错 但找到这些人以后 应该鼓励他们 催促和劝解他们要努力 让他们知道自己 有什么天赋 这些天赋 为什么要给他们 应该将上天的消息 说给他们听 根据神的指示 给他们提供一个 成为神的选民的机会 如果他们真的有资格 完成这个任务 难道他们自己的心 不会先告诉他们吗 我感觉身边出现了一股 渐渐增强的魔力 我很害怕 我怕有人说出致命的咒语 用那股魔力将我定住 你的心怎么说 森状说 我的心是哑的 我的心是哑的 我回答说 吓得浑身发抖 那我来替他说 那个低缠的声音 穷追不舍地说 真战 真 你来当我的伴侣和同事 跟我一起去印度 刹那间我觉得天旋地转 地动山摇 仿佛我听到了上天召唤 仿佛天线意下 马其顿人对我说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但我不是仕途 我无法看见信使 我不能接受他的召唤 孙状啊 我大声说 饶了我吧 可惜我哀求的这个人 他认为自己的提议是天命所归 既不怜悯 义不慈悲 他接着说 神和造化有意让你当传教士的妻子 他们没有给你美丽的外貌 而是给你强大的精神力量 你是为劳动而生的 不是为爱而生的 你必须想要成为传教士的妻子 你要成为我的妻子 我要娶你 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是为了替我主效劳 我不合适 我没有受到感召 我说 他早已算准 我一开始肯定要负与顽抗 所以他也不怎么生气 他背意严实 双手抱胸 面无表情 但我真的能看出来 他已做好 打一场艰难持久战的准备 储备了足以让他的坚持 到战争结束的耐心 然而 急胜的 使得终极的胜利 他志在 必得 谦虚 他说 是基督教美德的基础 你说的对 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谁又适合呢 或者说 那些真正受到感召的人 又有谁认为自己配得上神的召唤呢 比如说我 我只是尘土而已 和 Sin保罗相比 我承认我自己是罪人的头目 但我不因为自己的卑劣 而裹足不前 我懂我的领袖 他公正 而有大能 他竟然选了软弱的工具 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必将从无情多的法宝中 挑出几样 不足达到目标 所需的工具 学我这样思考吧 Sin 学我这样坚信吧 我要你 依靠的是古老的岩石 不要怀疑 它必定能够 拖住你的人性弱点 我不了解传教士的生活 我从来没研究过传教士的事物 关于这个 我虽然微不足道 但你想要什么帮助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替你设定每个小时的任务 一直陪着你 时时刻刻帮助你 开始我可以这么做 我知道你的能力很快 你就会像我本人一样 厉害能干 也不再用我帮忙 可是我的能力 我对这件事的能力在哪里啊 我感觉不到 你说话的时候 我内心毫无共鸣或者激动 我觉得没有火光在跳跃 没有灵性在觉醒 没有声音在劝告或者鼓励 真希望能让你看看我现在的心灵 它是一个没有光芒的牢笼 里面囚禁着色色发抖的恐惧 我害怕会被你说服 会尝试去做我无法上任的事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你听好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 我一直在观察你 已经观察了你十个月 在这段时间 我用各种难关考验你 我看见了什么 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在乡村学校 我发现你做得很好 一丝不苟 勤勤恳恳 虽然这件事和你的兴趣 爱好不符 我看见你既有能力 也懂策略 不但能管住学生 也能让他们喜欢你 得知自己抱负时 你表现得非常淡定 我看出来你心里 没有丁马斯的邪念 你不是财迷心窍的人 你随即坚决 要把你的财富切成四份 自己只留一份 为了讲求抽象的公平 把其他的分给另外三个人 我看见了一个甘愿牺牲 以助人为乐的灵魂 你根据我的愿望 放弃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感觉另一种 对我有益的语言 然后一直孜孜不倦 遇到困难绝不退缩 你这种听话刻苦 卖力和坚定的精神 正是我要寻找的品质 君 你乖巧勤奋 无私 忠诚 坚毅又勇敢 非常温重 非常有英雄气概 别再怀疑自己 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你 你将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们一起去印度 你可以当学校领导 帮帮那里的女人 我的铁兽衣越收越紧 她避避紧逼 就快将我说服 是的 她在步步地紧逼 我虽然紧逼双眼 但她最后这句话 还是成功的 让一条堵塞的道路 变得相对畅通了 关于将来应该 从事什么工作 我原本毫无头绪 只有一些零碎的念头 但听她这么说 这些念头好像 被她的手捏成一块了 她在等我回答 我说 给我师父五分钟 然后好好想想 再给她答复 没问题 她答应了 她站进来 朝关爱那边 走了一小段路 我倒在荒坡上 静静地躺着在那里 她要自我做的事 我确实能做到 她已经说服 我明白和承认这一点 我想 当然前提 说 我得活着 但我觉得 在印度的独自下 我活不了多久 那又何必呢 她不会在乎的 等我死了 她只会若无其事地 道貌岸然地 将我还给赋予我生命的神 我 这一点 我看得很清楚 我离开英格兰 无非是离开一个 心爱但空虚的地方 因为Rochard先生 已经不在那里 其实就算她 在 又如何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要做的事 没有她 要好好活着 不能 日复日复日 就这么荒唐 这么软弱地 颓废下去 仿佛在当 某种绝不可能的变化出现 从而回到她身边 就像Sing说过的 我还得重新找个寄托 代替失去的那个人 她现在提供的工作 在凡人能够选择 或者神能够安排的 所有工作中 难道不是最光荣的吗 福威济贫 修成正果 这样一份高尚神圣的工作 难道不是最适合 用来填补感情 破裂和期望破灭 留下的空虚吗 我相信 我必须说是的 但我又害怕 哎 这次是症状 等于放弃我的下半生 因为 如果去印度 我一定会 因年早逝 从离开英格兰 前往印度 到离开印度 进入坟墓 这中间的空隙 又该怎样填满呢 我知道的啊 那个我也看得很清楚 倒是为了让心满意 我每天都会累得浑身酸淌 我必定能让他满意 全面 满足他所有的期望 如果我真的跟他去 如果我真的做出他期盼的牺牲 那么我会牺牲得非常彻底 我会在祭坛上 摆上一切 摆上我的心 摆上我的肺腑 摆上我整个人 他永远不会爱我 但将会称赞我 我会展现出他前所未有的力量 他始终未及的才智 没错 我像他一样努力地工作 而且像他一样 无怨无悔 看来答应他的要求 是可行的 但还有一点 那一点令人心寒 那就是他是口口声声 要娶我为妻 但他不会是一个痴情的丈夫 他的心坚硬地 就像那边被瀑布的激流 冲刷的 眉头紧皱的巨石 他气中我 就像士兵 爱心优良的武器 仅此而已 只要不嫁给他 我永远不必为此伤心 但我能让他如愿以偿 冷漠地实现他的计划 仅理结婚仪式梦 明知他的心 不在我这里 我能接过他的结婚戒指 忍受各种爱的形式 他肯定会一丝不苟地执行吗 想到他每次和我亲热 都是为尽人夫之责 而做出的牺牲 我能受得了吗 不 这种苦难的生活 太过邪恶了 我不愿过这种日子 我可以陪他去 以妹妹而不是妻子的身份 我来这样跟他说 我朝山坡那边望去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一根平放的石柱 他面朝我 眼里闪烁着 警惕和热气的光芒 他站起来 走到我身边 如果能够自由地去运渡 我随时可以去 你的答案需要解释 他说 你说的不清楚 你一直是我的表兄 我是你的养妹 让我们保持这种关系吧 你和我最好不要结婚 他摇了摇头 养兄妹的关系 对这件事来说 行不同 假如你是我的亲妹妹 那又另当别论 我可以带上你 不必 另外找人结婚 但现实如此 我们要么几位夫妻 要么只能是毫无相关的两个人 各种障碍 不允许我们 以别的关系同行 姐 难道你不明白吗 仔细想想 你强大的理智 会给你引路的 我的确仔细考虑了 但考虑种种因素 我的理智 依旧只能 向我指出这个事实 我们并不相爱 夫妻理应相爱 所以我们不该结婚 我表达了这个意思 心状 我回答说 我把你当哥哥 你把我当妹妹 我们今后还是这样吧 不可以 不可以 他着急而坚决地说 那样不行 你已经说过 要陪我去印度 自己说过的话 别忘了 那是有条件的 行 行 关键的部分 陪我离开英格兰的 将来和我一起工作 你并不反对 这等于 你的手已经扶着离 你向来言而有信 可不能反悔 现在你只要考虑一点 怎样把你已经接受的工作 做得更好 将你那些兴趣 感情 念头 愿望和目标 化繁为简 你只要考虑一个目标 如何有效的 有力的 完成伟大的主人 托付给你的使命 要这么做 你必须有帮手 这个帮手不能是哥哥 兄妹关系太疏远 必须是丈夫 我也不想要一个妹妹 妹妹随时会被别人带走 我想要的是妻子 就这样的伴侣 我才能终身影响她 独占她 直到她去世 这话听得我不寒耳栗 我感觉我的心心 都被她控制住了 你去找别人吧 信状 去找个适合你的人 应该说找个适合我的 追求我的天职的人 我再说一次 然后我说 应该说是的 找一个适合追求你的 追求你天职的人 我再说一次 我想结婚 不是出于自私的打算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而是为了传教大爷 我愿意为传教大爷 奉献我的经历 反正他只想要这个 我可不愿意 搭上自己 那只是夹在果壳外面的 果皮 果壳而已 对他来说 没有我 是没有用的 我还是留着吧 不可以 也不应该 你觉得 半分公平 能让神满意吗 他愿意接受 残缺的祭品吗 我拥护的可是神的事业 我按照他的标准来 正照你 我不能代表他 接受你半心半意的效忠 你必须全心全意 效忠他才行 好啊 我愿意把我的心 献给神 我说 你不需要他 读者啊 我不愿发誓说 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没有鄙视的感觉 眼下也没有嘲讽的意思 先前我心里 其实很怕孙壮 因为 我不了解他 他让我敬畏 因为 他 让我怀疑 他有几分是圣徒 有几分是凡人 我说不出来 但这次交谈 让他原形毕露 他的本性清清楚楚 展现在我眼前 我看到他那些错误观念 我能理解他们 我终于明白 这个和我一起坐在 荒芜山坡上 就在我面前的 营俊形体 其实和我一样 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面纱已经从他的严厉 和专横上掉落 察觉到他这些品质以后 我认为 他并非完人 于是 勇气顿生 我和他之间是平等的 我可以和他争论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还可以反抗他 我说了刚才那句话后 他默不作声 我随即斗胆抬头 看看他的脸 他俯视着我 眼里充满了 既严厉又吃惊 既急切又好奇的神色 他 话里有话 他竟然 在讽刺我 他的眼神似乎在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别忘了 这是严肃的事 他不久后说 思考或者谈论 这件事等于是犯罪 君 你刚才说你愿意 把心献给神 我相信你是诚心诚意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 一旦你的心不在 基于凡人 而是基于造物主 那么 在地球上替造物主的 灵性王国 开疆辟土 将变成你主要的欢乐和追求 你将愿意随时去做 能够推进那个目标的 任何事情 你会发现 我们结婚后身心的结合 将给你我的事业 带来莫大的注意 唯有这种结合 能让两个人的命运和志向 永远保持一致 你只要超越那些 反复不常的脾气 那些琐碎的爱恨情仇 那些纯属个人喜好的烦恼 一立 立刻就会急着与我结合 是吗 我额要地问 我看她的面旁 英俊端正 但僵硬严厉 奇怪又可怕 我看她的额头 不怒自威 但愁云紧锁 我看她的眼睛 明亮深邃而犀利 但没有柔情 我看她的身材高大 而威猛 我想象自己当了她的妻子 天哪 绝对不行 当她的助理和同志 完全没有问题 我愿意以那种身份陪她 漂洋过海 以那种职位陪她 在东方的烈日下 与亚洲的沙漠里劳动 敬仰和效仿 她的勇气 虔诚和毅力 默默服从她的主宰 心平气和地 笑对她永不磨灭的报复 区分作为基督徒的她 和作为凡人的她 深深地敬重前者 宽大的原谅后者 只是以这种身份陪着她 我无疑会常常感到痛苦 我的身体将套上过紧的木额 但我的心灵和思想将是自由的 我仍然可以向未曾枯萎的自己求助 寂寞时可以跟未受奴役的情感交流 我的心灵将有专属于我自己的角落 我从来没去过 情感在那里安全地着重成长 永远不会遭到她的拉手摧残 不会遭到她战事般坚定的步伐地践踏 但做她的妻子永远在她身边 永远受束缚 永远受阻挠 被迫将心火压得很低 强迫她只在内心燃烧 永远不能呐喊 哪怕被囚禁的烈焰 烧坏了一个又一个器官 这将是无法忍受的 信状 我想到此处激动地喊了起来 嗯 她冷若冰山地回答 我再说一遍 我完全愿意当你的伙伴 陪你去传教 但不愿意当你的妻子 我不能和你结婚 变成你的一部分 你一定要变成我的一部分 她平静地说 否则多谈无意 我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 怎么可能带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去运动 除非你先嫁给我 我们要是不结婚 怎么可能永远在一起 何况有时候 只有我们两个人 或者在野蛮的部落里 完全可以 我不服气地说 遇到这些情况 你完全可以 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 或者当成像你自己 这样的神职人员 人家知道你不是我亲妹妹 我不能接受说 你是我妹妹 那样说会引起怀疑 给我们两个带来伤害 至于其他的 虽然你的头脑像男人般 强大 你心却是女人的心 这可不行 怎么不行 我有点鄙备地说 行得很 我的心确实是女人的心 与你无关 对你 我只有同志的坚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还有战友的坦率 忠诚和友爱 新手 对师父的尊敬和服从 仅此而已 别担心 这是我想要的 他喃喃地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 路上有不少障碍 必须全部清楚 这嫁给我 保证你不会后悔 真的 我们必须结婚 我再说一次 没有别的办法 结婚后肯定会有很多爱 多的甚至让你觉得 嫁给我是对的 我实在听不下去 立起身来 站在他身前 然后面前 背一言诗说 我鄙视你的爱情观 我鄙视你给我的虚情假意 没错 孙壮 你把他给我的时候 我还鄙视你 他单若目击地看着我 棱角分明地双尘 紧闭着 他心里是恼怒 吃惊还是别的感觉 很难弄清楚 因为他能够彻底控制 他的表情 我根本没想到 你会出这 使得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说 我觉得我没做过 值得鄙视的事 也没说过 值得鄙视的话 我感动于他平和的语气 也钦佩他 默然淡定的神情 请原谅我孙壮 但只要怪你自己 因为我口无遮拦 都是被你气的 你挑出一个我们天生 看法不同的话题 一个我们不该讨论的话题 爱情这个词 就是我们之间的苹果之争 假如真的非结婚不可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会有什么感觉 亲爱的表哥 放弃你的结婚计划吧 忘了他 不行 他说 我预计筹谋了很久 只是唯一能够实现 我的伟大志向的计划 但现在 我不再催你答应 明天 我要去剑桥 那边 有许多朋友 我想去跟他们道别 我应该有两个礼拜不在家 这段时间 你好好考虑我的提议 别忘了 如果你不愿接受 那么你拒绝的不是我 而是神 他委托我 给你打开通往高贵 叹徒的大门 只有当我的妻子 你才能踏上去 拒绝当我的妻子 你永远只能留在 追求自私 安逸的小径上 最终 你无所获 淹没无闻 到时你害怕都来不及 因为你将被列为 不信教的坏人 而且下场 比那些人还要悲惨 说完之后 他转过身去 再一次 望着河 望着山 但这次 他的感情 前锁在心里 因为 我再也不配 听见他的心声 和他一起 回家路上 我从他如铁的沉默中 读懂了他心里 对我的全部感觉 只有失望和责备 严厉 专横如他 本来以为我会 为命适从 结果 却遭到拼命抵抗 难免会大势所望 冷漠顽固 港壁如他 在别人身上发现他 无法共鸣的感情和观点 自然要加以 吃他 总之 作为一个人 他恨不得立刻用武力 逼我就范 只不过他还是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才如此耐心地忍受 我的无理取闹 留下如此宽裕的时间 让我去反省和后悔 那天夜里 他亲过两位妹妹以后 竟然连手都不愿跟我握 默默走出了房间 我虽然不爱他 但还是把他当成好朋友 这种明目张胆的漠视 让我很伤心 气躲眼泪 都流出来了 我知道你和孙壮 去荒地三不时吵架了 但安娜说 但你应该追上去 现在他在走廊里徘徊 在等你呢 他愿意跟你言归一好 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多少尊严 我总是愿意为了快乐 放弃自尊 于是我追出去了 他果然站在楼梯角 晚安 孙壮 我说 晚安 他平静地回答 那握下手吧 我又说 他竟然极其冷漠地 轻轻地碰了我的手 看来当天发生的事 让他深感不快 热情 不能感染他 眼泪也不能感动他 和他快乐地握手 言和 是不可能的了 他不会露出高兴地笑 说出宽宏的话 但这个基督徒 仍然非常沉着平静 我问他 可以不可以原谅我 他说 他没有将烦恼 牢记在新的习惯 又说 他 没什么要原谅的 因为 他没有被得罪 说完这句话 他 便离我而去 我 宁肯他 把我打倒在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